而至于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败选之后 动向也备受关注 外界评估她未来有机会列入民众党部分区名单 甚至代表民众党出展中正万华立会 但是对于自己的下一步 黄珊珊今天接受广播专访时依旧口风很紧 表示会持续的做法律的服务工作 也会适时帮忙民众党的新科市议员 而至于2024有没有机会担任柯文哲的副手 黄珊珊没有把话说死 只说柯文哲需要帮什么就会帮什么 其实我彼此都很平静 选前就很平静 选后其实是一样的 选举落幕经过一周沉淀 黄珊珊看起来心情不错 因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不过选后黄珊珊依旧很忙 周六将举办见面会 感谢支持者也将展开全台签书会 下一步要去哪引发外界好奇 所以民众党这四个议员的服务处 会有黄珊珊律师法律咨询 想要你去中东华选例 我先休息一下 好好的想清楚 2024有没有机会再次挑战立委选举 或是列入民众党部分区名单 黄珊珊色两拨千金 但外传她可能会继续担任 柯文哲副手 2024柯珊佩投入总统选战 我们就是盟友跟战友 这件事情是不会变的 你的朋友需要帮忙 你就会去帮忙 不过选前评估自己做二忘一 开票结果却在蓝绿白中垫底 不尽理想 黄珊珊认为是弃某作色 但民进党大败也必须检讨 现在的政党就是弄到一个论文 让她发现没有公平正义 然后一个疫苗 没有是非善恶 而好友王世坚 深陷离性与感性天人交战 最终这一票 却也没投给黄珊珊 对她来说政治压力很大 何必去为难任何朋友 世坚是一个很认真的 她这次选的也很漂亮 我也希望她能够继续好好监督市政府 回归律师本业 还不急着找其他工作 但黄珊珊的政治路未完待续 这话里面后台报道